老子本名礼丹,本是周朝守葬使,然周氏示威,各地诸侯云起争霸,天下大乱。 老子辞去官职,一路西行,突经寒谷官时,官令迎习请老子写书。 老子于世留下了影响整个华夏的著作,老子五千言,也就是后世的万经之王道德经。 老子五千言引出了一个石破天经的哲学概念,道。 老子的道即是万物源泉宇宙本体,也是人存于世的价值源泉。 然而什么是道?却困惑人们数千年。 老子说道可道,非常道,道是不能被定义的,道,先天地生,是万物起源。 我们不能以道创造的东西来定义道。 人追求的道其实是人带着自身的体验去感悟的道,是人们定义了自己的道。 所以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,道有区别是因为人的经历不同,而不是因为道本身的不同。 有人说道本身就是玄幻莫测,故作神秘的东西,但其实道并不复杂。 道是简单纯朴的,正所谓大道质解。 而我们不能理解纯粹的道,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复杂的。 我们很难抛开环境去感受纯粹。 目前我们读的《道德经》是王毕教主的版本。 而1973年在马王堆出土的,博书老子被认为更接近老子原本的思想。 如道可道,非常道。 在博书老子中是道可道也,非横道也。 传世版中非常道有两种解释,其中常,一是解释为永远,二是平常。 所以此处是有奇异的,但如果是非横道也,则就没有奇异,意思就是道不是永恒不变的。 此处将横改为常被认为是避回汉文帝流行的名讳。 此处可能只有奇异,但传世版的执古之道和博书版的执经之道,一字之差,意思完全不一样。 老子说道法自然,强调无为,顺应自然,其不可能居于古法,固执守旧。 而庄子更是直接反对尊古悲经,庄子云,夫尊古而悲经,学者之流也。 意思是尊崇古代,而鄙视当今是学者之流的短见。 所以,执经之道更接近老子原本的思想。